嗨 各位 歡迎來收聽懷遠的走間廢話時間 今天想做一個 算是一個系列的主題吧 就是關於一些NAS新手的介紹 所以 那目前大概會分成幾個主題來看 那今天想做一個快速的了解 就是 導覽就是到底什麼是NAS 跟NAS的一些 我自己經歷過的一些歷史 那這個部分其實有點是講古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 基本上如果你覺得不太想了解的話 你可以跳過到下一個session沒關係 那這一段再來就是講一些我過去這幾年來 經歷過的一些跟NAS有關的一些事情 給大家做參考 那大概分成幾個就是 分成四個小段落來做講解 好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段落 Network Attached Storage 也就是所謂的NAS 那NAS基本上 其實很... 基本上NAS其實介於兩個中間啦 那... 要怎麼講呢 好 那其實 儲存專制大概有分幾個使用情境啦 那第一個就是所謂的DAS 就是... Direct Attached Sys Storage 直接插在系統上的儲存專制 那其實這種東西很好理解 就你的隨身碟 外接硬碟 所以就所謂的DAS 其實沒有很複雜 那一般以前就是所謂的硬碟櫃啊 之類的東西 那基本上它就是透過... 不管是USB 那我記得那個年代大概是透過... 透過SCSI啦 之類的 然後連接到你的電腦上面 提供額外的儲存空間 那因為獨立一台 所以它可以有比較好的電源 它可以做一些磁碟陣列的一些組合 那時候還是比較流行 透過一些所謂的硬體的磁碟陣列卡 去做到磁碟陣列的功能 那... 這是左邊 然後... 如果你今天是很高階的機器 那其實那個之後流行的是 所謂的叫做Sand架構 那基本上它跟NAS最大的差別在於 NAS是一台單純的主機 那... 它是透過一些檔案協定去做存區 檔案傳輸協定去做存區 但是Sand架構就是 它是用它自己專門的Portacle 然後在電腦上面跑特殊的軟體 把它虛擬成一個儲存 虛擬成一顆硬碟 那這個非常的專業 所以大概... 也只有一些高階的機房會有在用 那慢慢到後面的話 有演進成一些其他的架構 像你現在看到一些... 網路雲端硬碟的分散式儲存架構 其實我覺得就是從Sand的那個年代 開始慢慢演變過來的 那... 這個東西... 基本上... 嗯... 一般人大概也不會碰到 那... 我們一般會用到的大概就是所謂的NAS了 NAS基本上就是一個透過網路 依附在網路上面的一個儲存專制 那... 所有的... 所有的電腦只要是可以連接在這個網路上的 或是有連接在同一個網路底下的 就可以存取這顆硬碟 這邊舉兩個例子啦 大概是2004年吧 2004年大概就是我剛開始接觸NAS的年代 為什麼我還記得呢 因為我去查... 欸... 那時候我有買右邊的這一台Crowbox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還是特地跑去日本買的 因為那時候我的NAS其實蠻貴的 像你看到這個懸箱Crowbox 記得那時候差不多就要... 萬把塊嘛 也要接近一萬塊 沒關係有沒有超過一萬了 其實不太記得價錢 那他其實... 那時候看他們就... 他其實就是Buffalo一倍的NAS的一個 機殼...硬體架構 那只是你要自己去搞那個軟體的部分 那時候台灣主流的NAS 我記得那時候市面上看得到的 就是那時候的... 現代生活廣場啊 底下看他們有在擺的 大概就是... 左邊這一台... Buffalo的TELA Station 為什麼叫TELA呢 因為... 它一顆... 它可以扣磁碟陣碟組到TELA大小的磁碟空間 那時候... 現在1TB的硬碟好像... 可是在那年代啊... 一、兩百G的硬碟已經算是很...很大 兩、三百G的硬碟... 就算很高級的一個選擇 2004年嘛... 那時候還是Windows、XP 那時候有個幾百G的硬碟其實就很夠用了 大家還是在燒關碟、燒DVD的時候 那所以有一個TELA... 有個TELA的儲存空間 其實已經算是很... Business在使用的一個架構 那... 那時候的年代的NAS 大家是買來幹嘛的啊? 那時候會買NAS的 大概就是一些中小型的企業吧 那這些中小型的企業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檔案儲存的需求 因為那個年代... 在早之前 2000年以前 基本上一家公司有一台、兩台電腦 就算很不錯了 不會像現在 基本上你去公司 就會配一台座機或筆電給你 其實很多公司 基本上現在每個人都是配一台筆電 那... 你的... 公司的大小事 都會透過電腦來處理 你要收發Email 你要用一些Office的文件之類的 那那個年代其實 還是紙本作業比較盛行的年代啦 那基本上電腦 基本上只會有少數的人在用 那可能... 像之前我們 大陸公司那邊 可能其實那個年代 也不會每個人都有電腦 那... 一直到有一些中小型企業 他們可能會比較需要有 多台電腦的時候 他們就會需要... 有一些資料交換 可是你透過隨身碟 其實相對不完全 因為那時候的隨身碟 其實還蠻容易壞的 所以那時候很多很容易隨身碟 跑來跑... 插來插去 那... 就說資料弄丟 那時候可能就是... 欸... 我資料放在其中一個人的電腦上面 他開網路分享 那今天下班電腦一關 那我就找不到... 我就要找他來開機之類的 很麻煩 所以那時候有些公司就會買NAS回去 他把所有的檔案放在上面 那相對也比較省電一點 因為那時候電腦大概三四百瓦 那NAS通常都是... 一百瓦上下 相對會比較省電 好... 那時候NAS可以做什麼 我去找了一下Buffalo那台機器 他的介面其實... 如果你現在有... 一些比較低價的... 什麼TP-Link啦... 華碩什麼的那個... 路由器 你看看那個介面 其實長得就一樣 他就是一個靜態... 一個一個靜態的畫面 有選項而已 那他能做什麼呢? 第一個當然是有磁碟陣列的功能 他可以把多顆硬碟組成一個... 比較大的儲存空間 為什麼? 但你可以放比較多的資料 再來還有一些簡易的帳號管理 資料夾帳號管理就可以... 你可以依照不同的使用者的帳號 去存取不同的資料夾的內容 可以去做一些... 全線管理的部分 那時候應該還沒有... 我記得還沒有什麼AD什麼的... 那就是... 管理者在那邊設定帳號密碼之後 你登錄的帳號密碼就可以存取到... 你有存現的資料夾 然後支援... 網路翻臨 然後如果你要用蘋果的電腦的話 他還支援FP 我記得那時候就有蘋果的Apple Share了 然後你可以... 然後有可以開FTP 那開FTP功能就是可以讓你說... 欸... 今天我可能有客戶或是有廠商 但... 我要傳... 文件給我 你可以加他透過FTP 那時候的網頁就可以... 那時候我記得... 那個瀏覽器大家都有支援FTP 然後那時候還會叫你說... 啊...你要好用就是... 鑽FileLita 因為FileLita功能比較強 比較不會有些什麼... 亂麻... 上傳卡住的問題 那時候因為沒有什麼無線Printer 所以... 以前Printer都要插在其中一台電腦上面 所以你可以把... 插在電腦上面的Printer 插在... NAS上面 作為一個Printer Server 我記得那時候還有賣專門的Printer Server的... 呃... 小主機 就是可以讓你的Printer 從... 一般的... USB或是... 平行部... 的Printer 變成一個... 透過網路可以列印的Printer 哦... 我講平行部... 我現在... 那已經幾十年前的事情了 好... 那時候NAS就是這樣 那對於一個公司而言 如果今天你的公司開始陸陸續續... 進入電子化 你會用大量的... Office 那你會有大量的資料要交換... 要儲存 那... 如果你有想要認真去做管理的話 那通常會買NAS 因為那時候其實沒有什麼資安的觀念啦 所以... 所以通常會買NAS的話 大概就是... 你的檔案 以前都放在其中一台電腦上面 那天... 那台電腦壞掉了 那檔案不見了 那時候他想說... 欸... 我應該要擺到一個比較安全的地方 那這時候會有幾個選擇 好... 放到隨身碟 然後我可能去買一個磁鐵陣列 比較安全一點點 好... 不過那個年代的電腦相對比... 我記得好像相對比較耐操一點 那我聽到壞掉都是什麼... 腳踢到啦... 機器摔到啦... 之類的 那真的很少遇到說... 欸... 硬碟用用自己壞掉 除了少數什麼... IBM的玻璃硬碟之外 其實硬碟好像... 都蠻耐操的 畢竟那個年代的硬碟... 儲存密度比較低 轉速也比較慢一點 好... 那... 你的公司就會像這樣的... 區碗裡面有一台Server 那這台Server 就可能是一個NAS的角色 那你可能接了印表機... 接了電腦 然後你可能可以從外面透過... 一些... 可以透過FTV的方式連回來 那這次前提就是你 那時候NAS都是比較專業的人在用 所以他們可能會做一些比較... 複雜的設定 我記得2004年的時候... 波階嘛... 那時候還在波階年代 那時候路由器開POW 還是一個... 相對比較... 專業技術 那基本上那時候能夠上網 能夠弄網路 基本上就算是比較厲害的人 好... 那...時間快速跳過 那... 下一個階段 就是所謂的... 我個人認為啦... NAS從attach 變成application 它從一個... 掛載在網路上的... 儲存硬碟 慢慢多了很多額外的東西 那我個人會覺得... 那時候的NAS 是所謂的 Network Application Storage 為什麼要叫application呢? 因為那時候的NAS的CPU變強了 在早之前的NAS啊 它其實CPU就是那種... 基本上跟現在的一般路由器 好一點的路由器用的CPU等級 搞不好還差不多 更... 甚至可能比你現在用的iPhone Android Phone的規格 還要差很多的CPU 那一直到... 我記得大概... 我下一台接觸的是這一台啦 那... 大概是2009年 那它用的CPU就是... 跟... 旁邊這台... 旁邊這台台... 旁邊這台店我... 不知道有沒有人有印象 那個時候很流行的... E-1EPC E-1E... 三個E-1E PC 話說那時候... 非常厲害的一台小筆電 我記得好像一萬把塊吧 他用...同樣都是用Celeron的CPU 行動版 那... 以前的NAS都是跑一些很弱的CPU 它忽然變得很強 可以跑很多東西 你看我那時候找了剛剛那台TS519嗎? 還是509? 509,TS509 好像是TS509 它的Spec來看,它有支援這些功能 當然磁碟陣碟這個我沒有特別練習 應該算在File Server這邊 但是它除了原來的網路翻臨、SMB 蘋果的網路、FP之外 還有FTP、Blinder Server之外 它多了很多東西 像是現在常看到的 有Baguard的功能 它可以再去備份 備份誰? 它可以去備份到別的機器上 它也可以去把別人的東西備份過來 也支援別人來備份到它這邊 它也支援replication 就是 它會發現說一台納實會壞 好,那我再準備第二台 可能在兩個辦公室 你如果今天你的公司很厲害 你在兩個地方有開分公司 你可以把資料在兩邊互相傳來傳去 這就是所謂的remote replication remote就是指 遠端的複製 它有支援surveillance sta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有買網路攝影機的話 你可以把網路攝影機的影片 傳到這台NAS上面去做管理 你可以連到這台NAS之後 可以去透過NAS的管理畫面 看到你網路攝影機的內容 可以去做一些設定管理 那你可以好幾支攝影機都傳過來 那這邊就是一些核心的功能 那右邊就是一些額外的功能 這些額外的功能就是因為 我NAS變強的 還有支援webserver 你可以用它來架網站 那就是你從原來只是單純拿來放資料 辦公室裡面需求的一台伺服器 變成說它可以跑很多額外的功能 它可以拿來架網站 架網站就要web嘛 那你可以拿來跑一些資料庫 它有支援myseco 那它可以給你的家庭 它可以放你的家裡面多媒體的檔案 然後支援upnp 那個年代就是電腦 電視開始可以上網的年代的時候 智慧型電視 你的電視可以上網 你就可以在電視上直接連到NAS 去播放裡面的影片 那支援iTunes 那那時候蘋果的iTunes很流行 iPad 然後之類的 那你就可以透過iTunes 去播放你的NAS上的音樂 Media Server 跟Download Station 那我覺得Download Station是一個 我覺得是NAS的幕後推手 因為你買了NAS你有那麼大的儲存空間 可是你沒有東西 當你說你公司用 我公司用 可是說你公司用的資料到底有多少 很多公司的資料其實沒有那麼多 那所以其實很多人買了NAS 其實為了就是那個可以下載的功能 可以去下載一些影片 下載一些軟體 它可以二十小時開在那邊 因為它相對比較省電 那那個年代其實 大家才送一個電腦其實不太適合一直開機 為什麼以前的Windows開機開久了 你要重開機 一般系統會變得很慢 那所以那時候大家都還有一個關機的習慣 那現在我基本上是不關機啦 那我之後一定一段時間我覺得 好像欸好重開機一下 那基本上我電腦就隨著 那時候 2009年的時候電腦還是習慣會有關機的 那你的NAS可以支援架網站嘛 為什麼呢 因為NAS底層是跑利逆室 它可以跑一個Apache的網站伺服器 它可以跑資料庫 它可以跑PHP 那還有這個LAMP 所謂的LAMP的架網站的環境 你可以拿來NAS做很多 你可以拿它來做一個公司的網站 你可以來做自己的Homepage 現在大概講Homepage Homepage大概沒有人 還有跡象 大概是十幾年前的東西 但那時候能夠有一個自己的Homepage 其實還蠻厲害的 因為那時候也剛開始有什麼DDMS之類的 你可以自己去取個網址 然後就可以自己加網站 你可以自己加購物車 你可以自己加一個wiki 你可以自己加一個討論區 那時候還蠻多朋友加討論區 然後討論一些事情 現在不流行用討論區了 現在大家去Facebook 可是那個年代其實 討論區是非常流行的一個東西 大家都喜歡到一些大的討論區去聊東西 比如說有些會自己加一個好朋友 當然好朋友自己來聊一些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那你可以做三頁行為 你可以有些購物車 你可以放自己的影片 放自己的部落格 這些都可以靠NAS來達成 你不用花錢去租什麼雲端空間啊 什麼的 你有一台NAS你什麼都可以做 然後你家裡的多媒體 你拍的照片 你這邊說照片啊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九成九 他是網路上去抓電影的 因為你有download station 你可以去跑驢子 你可以跑BT 那你又可以去 那這些影片在NAS上 就可以直接用電視 用手機 用電腦連過去播放 很方便 而且全家都可以看 所以那時候的NAS 除了 那時候NAS除了 商務使用站 慢慢開始玩家庭走 所以陸續看到一些 比較geek 的人 想想看嘛 其實 2009年 以我的話大概就是 2000年那時候 剛開始有ADSL 那我那個年代的人 開始進入了 大學畢業 開始工作一段時間 那時候的 我這個年紀的人 基本上在學校 就是玩CS 打電腦 網路翻臨 所以 那個時候 其實這些人 都有消費能力 而且都有電腦的知識 所以他們會 懂得用NAS 來使用 然後你可以去做一些備份 你可以從電腦把資料備份到NAS去 因為電腦的時候會壞掉 因為NAS有次業陣列 你的NAS可以跟NAS之間備份 你可以用它的備份工具 把NAS裡面的設定備份起來 然後再出問題再還原回來 你也可以把NAS備份到你的雲端空間 如果你有賣 S3 那時候 忘記S3 你有買 一些網路服務 或是備份到其他的 其他的NAS 或是Google 欸 那時候Google雲端又沒有 好像也有 好 這是 2009年 我那時候接觸NAS的時候 當然我也一直持續用NAS 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再下一個Stage 大概又是個七八年之後 NAS從一個網站伺服器 一個伺服器 它變成一個所謂的Hybrid Cloud 為什麼呢 2015年的時候 其實應該說2020年 Google的服務開始慢慢熱門 你就發現你什麼東西都Google 你的電子郵件也Google 你的Office也Google 你的很多東西都可以在Google上面做 我看看我現在Google什麼 好 但是 你就覺得 欸 你播影片啊 行事曆啊 什麼都Google 所以我2015年買了 Synology的NAS NAS 讓CPU當然又更強 它其實就是一台小電腦 所以那時候NAS開始流行 可以開始跑VM 以前是電腦跑VM 然後 用NAS單儲存空間 所以那時候有什麼Ice Galaxy之類的 那現在更進一步了 它直接在NAS上就可以跑VM 你可以用它來虛擬一些小電腦 或是跑類似Docker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人家做好的 應用功能 直接在NAS上執行 那NAS也可以慢慢開始 整合了一些 你覺得好像外面會有的服務進來 就以前你會把自己的資料放在雲端 像是你的郵件 你會放在Gmail 放在Outlook 放在Live.com 你的Office 你會 在電腦上你轉Office 或是你用雲端的Google的Office Google的Document 或是Office 365 你的照相可能放在Google Photos 或是放在Apple Photos之類的 你可能會用一些Google Hangout Message這些聊天工具 Line 你可能有用Google Drive 你可能有用Office的 這些 那 NAS的廠商開始把這些東西 弄成 可以直接在NAS 就是 它可以把原來是公有餘的東西 變成一個私有餘 這是最近這幾年 最近這 五六年七八年來 NAS在努力炒的一個範圍 就是Papa 他們開始 以前都是 他提供一個平台 你可以跑很多服務 那他慢慢開始 就是自己把這些功能整合起來 這是我知道的 NAS 那他也可以支援一些 手機的APP 你可以 像Google Drive 他可以用自己的 Drive的APP 你可以像Google Photo一樣 有一個Photo的APP 你可以像Google Mail一樣 有一個郵件的APP 所以你也不一定 所以你買了NAS之後 就等於是你自己有一個自己的公有餘 那我們來 我們這一集 其實回到我們講了那麼多東西之後 NAS到底可以提供什麼 其實很多事情 NAS可以做到事情 是用電腦可以做 NAS可以做到事情 其實你在雲端都找得到服務 但是 NAS 他之所以厲害 是因為他把一些 東西 組合起來 變成一個獨立的機器 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我自己認為我NAS 我也希望這四樣 我主要是 在意他這四個部分 第一點就是 他保護你的資料是Security 它讓你的資料是安全的 Data Security 什麼意思呢 NAS它有一個 NAS本身它有磁碟陣列 磁碟陣列就可以避免說 今天如果你的硬碟發生問題了 你的資料 不見 因為硬碟其實是容易壞的東西 它可以避免這件事情 所以也許可能 你三五年 你硬碟壞了 如果你沒有做 用NAS 沒有用磁碟陣列的話 你的資料又不見了 你就要去找資料救援 沒關係 用了NAS之後 你加了磁碟陣列 你硬碟壞掉了 沒關係 你再把那個壞掉硬碟抽掉 換一顆新的進去 把它去做一個修復 那資料就繼續可以用 不用擔心說 因為你的硬碟壞掉 你的資料又不見了 它有做一些 資料備份 資料安全的東西 就是 你今天不小心編輯了一個東西 發現 欸 我誤刪了 我改錯了 沒關係 我可以從之前的備份 把這個 修改之前的東西找回來 那我也可以備份到別的地方去 像我電腦可以備份到NAS NAS可以備份到雲端 所以我今天任何一個地方壞掉了 我還可以在別的地方把資料找回來 那我昨天今天我電腦中的勒索病毒 這是這幾年最熱門的一個話題 沒關係 我NAS上面有一個備份 我把備份倒回來 我的資料就回來了 我不用擔心說 我還要去買比特幣負責書籍 所以 NAS的一個重點就是 放在上面的資料是比較安全的 再來就是 NAS 現在NAS都做得比較簡單易用 所以 你不用擔心說 欸 我今天如果 我要達到同樣功能 那我也可以自己來啊 我就找一台 電腦 灌利膩 那我還要去搞這些磁列陣列 我要去搞這些備份工具 NAS把你全部包得好好的 我覺得這就是NAS好用的地方 就是 你不用自己去東抽一塊 西抽一塊 這邊挖東西 那邊挖東西 出問題你可以找原產去 問 出問題你可以找人家去問 NAS把這些東西 做成一套Solution之後 你不用擔心說你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NAS有很多 功能 可以依照你的需求去 調整 它基本上有點像瑞士刀 什麼都有 你今天要跑VM NAS上可以跑 你今天要跑Dark 你想要架一個網站服務 NAS上可以架 你今天想要備份資料 NAS可以有一個 現成的功能去讓你做備份 你今天想要做快照 病原收到勒索病毒的攻擊 沒關係 NAS可以做 你今天想要備份你的照片 NAS上面有東西 你今天想要管理你的照片 NAS上面有東西 你今天想要跟朋友 建一個聊天室 就是NAS有現成的套件 你想要加一個郵件伺服器 NAS有 NAS變成一個很靈活的一個主要 就是它有點像你買電腦 只是 這些東西透過一個小伺服器 你就可以做到 最後就是你可以拿來分享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的 就是今天講家裡好了 或講公司好了 我的Sharing 不是只分享給出去 而是包含說 可以讓很多人去存取同一份資料 以家裡來講好了 欸 今天以前一個家裡可能就一台電腦 現在每個人不管是工作生活 都會用到電腦用到手機 你就會有一些數位的產出 你就會有一些資料需要儲存 像是以前拍照片 你會去洗 會去沖底片 現在都數位相機 那這些東西你要怎麼去保存 去管理 去跟家人做分享 今天 你的公司 以前都是紙本作業 你要寫贊本 什麼有的沒的 那現在所有的報價單 所有的打樣的照片 所有的客戶的聯絡資料 都是用電腦的檔案儲存 那這些資料 你會用到 你的同事會用到 那你們是要放在哪裡 放到我的電腦 還是放在同事的電腦上面呢 沒有 大家可以一起放在納事上面 就變成說 它變成一個 共用的一個空間 那大家都可以把資料放在上面之後 你就不用擔心說 今天臨時要找什麼資料 我要去開它電腦 或是我要去哪裡把這個資料找出來 那當然的前提是 大家要有一個管理的概念 這個我們後面可以再聊 所以NAS 我在看就是 從 個人 變成家庭的時候 就是 當一個人在用 變成 一群人在 群像人在用 跟小公司 你要往 Enterprise走 所以它 本來三四台電腦的一個小公司 它可能變成幾百人 幾十個人的 電腦的一個需求 都可以透過NAS來達成 那 那 你有需要買NAS嗎 今天如果你今天是一個人 我覺得你不需要 啦 那你就東西放電腦裡面 資料扣過外 你不需要引力的扣出來就好了 或是你直接買個雲端 一個空間 你去買Google Drive 你去買Dropbox 你去買Microsoft的 Space 也可以 但是買NAS 可以多做很多事情 我們後面再來慢慢聊 到底怎麼選擇NAS 如果你今天真的 覺得你還是要買一台NAS 像是 我今天還是有一些家庭分享的需求 我今天可能我公司一台電腦 家一台電腦 兩邊的資料要互相共用的時候 或是我今天會有從公司聯繫家裡存取資料 或從家裡電腦公司存取資料 那外接印點啊 這些可能選項 就不是那麼的適合 那我今天可能 資料量很大 那Google的 即時GB 可能不夠用 那我要買他們的大容量 雲端空間 又覺得太貴的時候 也許買NAS是一個選擇 那後面可以來調整一下這些 來聊一下這些成本的考量 或是我今天是拍照片 像我個人有在攝影 我在拍影片 我在錄東西 那如果資料翻雲端 很慢 我上傳可能一天都上傳不完 我拍回來的照片 可能整理就要花很久 我要慢慢再把它備份到雲端 太浪費時間 那所以我需要本地有一個地方 擺這些資料 我可以擺外線印碟啊 那擺NAS好像相對更安全 因為它有磁碟整理 它可以幫你做備份 幫你做快照 這些東西又看你的需求 那只是 如果你今天 很簡單的你可以靠一個外接硬碟 或是你覺得你的服務其實靠雲端 靠Google 靠Dropbox 靠Microsoft 也可以搞定的話 那好像也不一定有需要買NAS 因為Mars 因為Mars是一個 初始成本蠻高 攤平起來其實也不便宜的東西 隨便講講好了 今天假設我的資料有個 5TB 呃 10T 8TB 現在滿硬碟 大概8TB比較划算 那兩顆8TB的硬碟大概是1萬5 那再加一台NAS的主機最便宜 好一點的大概1萬塊 這就是你要花一個2萬5的價錢 你可以拿到8TB的空間 當然這個成本你可以再往下降 但是會有限 因為硬碟越小 其實 不一定越便宜 那你要有磁碟正確保護一定要2顆 所以你大概會有個基礎的成本 在 那你買太小 其實 不划算 那這個 這個大小價位的部分我們後面可以再聊 好 今天第一段我想跟各位聊一下 這個就是我這幾年接觸NAS的一些經驗 就是 NAS從 很簡單的一個 在辦公室用的一個 檔案伺服器 慢慢的開始可以 跑 很多東西在上面 變成一個 可以跑很多服務的伺服器 變成一個 可以取代公有雲 變成一個私有雲的一個工具 這是我覺得這 15年吧 大概15年 20年 Synology 我記得 雖然台灣做NAS做比較早 其實它是2001還是2002年的時候的事 所以大概在這20年的時間 從第一台NAS到現在 這個頁面 當然我很多東西都沒有講到啦 包含一些 比較偏專業的應用 我這邊是針對一些民眾跟中小企業會用到的一些功能 我們來做一些了解 好 謝謝大家熟聽 那 希望 有一點點 幫助 掰掰囉 大丈夫 請坐 請坐